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其实就是我们在过去这段时间跟同志们讲的 尽量避开财报不如预期的一些股票 或者说怎么样 获利衰退的一些空头的弱势股 但是你会发觉这盘 为什么在整个早盘撒下去之后 大概在盘中没多久 又急拉上来 因为金融股又出来撑盘了 不然在富邦金 今天盘中再度写下整个波段新高 国泰金今天也是大涨的 开发金等等这些股票都大涨的 所以我们回过来谈到整个 这边我们就讲了 如果有金融股指数帮你撑住 整个大盘加全指数 说真的你要整个大盘指数 虽然有一些电子股 濒临整个第一季财报 可能有汇损的一个压力在 或者第二季本来就是大部分 听清楚 但是不是所有电子股第二季都是淡季 很多电子股大部分是 第二季是传统淡季的情况之下 看起来电子股最近是在拖累大盘 可是因为有金融股把指数撑住 所以我针对整个大盘指数的看法 我没有改变 应该还是一个万点上下的一个 区间震荡的一个整理格局 所以谈到整个金融股指数而言 我想早在整个4月13号那一天 应该是在上礼拜的时候 上上礼拜的时候 当金融股带掉那这根长红 突破整个1150点的一个 过去这几年的一个什么 一个底部区的过程当中 我想我们在技术分析课程以前就加过 这一根的大量的长红棒 这个不是结束 这个是叫做什么 突破盘局的什么表态 所以我们记者那时候跟头上讲的 1150点的底部确定 这一波的大多头没有走完之前 我想金融股指数 不会来跌破这个位置了 所以我们讲的金融股要强势表态 你会发觉最近这几天 不论你从一个筹码面流向 外资持续摆超最多 这叫做金融类股 政策方面的导向 从之前的公共病 虽然谈了一年多没有结果 但是最近又释出了民民病 民营银行也可以跟民营银行之间 用公开收购来做一个合并 所以会发觉今天很多低价的银行股 今天很强 今天非常强 甚至包含台售宝 在整个中信金的一个 诟病的一个题材之下 今天是直接开盘掌顶板 再度写下新高 那再来就是说 可能六月份 它会开放怎么样 入客来买我们受险的保单 所以你会发觉 最近富胖金 国泰金很强 对不对 非常的强 你想说 如果中国大妈 真的可以来买我们的台湾的保单的话 我想应该真的对受险股的怎么样 业绩应该绝对有加分的效果 甚至包含在大多个局里面 你会发觉 受险的基本面本来就比较好 因为在股票市场的投资 都有赚钱的情况之下 所以我想在整个诸多的一个 利多的一个加持之下 我想整个金融股的看法没有改变 今年台股上万点 甚至挑战历史的高点12682 金融股本来就是一个伏并 但是只是说短线涨多了 或许会有短线震荡 但是整体的金融股 我的看法没有改变 波段就是往上看 这个其实在 我记得在一个多礼拜前 我们就在节目当中 或者曾经送过给各个投资朋友 那一次应该是叫做 台股的谢天机里面那份资料 我们也跟你提到的 如果你真的这边 不晓得要怎么做股票 不晓得怎么选股的投资朋友 我说至少金融股你去买 至少保你今年这一波上万点 挑战历史高点12682的 超级大多投资金里面 至少保你稳超胜算 这是在金融股 当然你说老师 金融股是震荡走高 对不对 要动不动连续像你 常常过去这段时间 推出来的股票 有些人觉得金融股太慢 它比较慢 涨太慢 所以有没有像你最近 过去这段时间推的股票 你不要说一支 十支股票里面有八支 先喷两根到三根掌停板 这种短线的强势标股 那你可能就要跟紧文盘中 脚步来操作 所以我想回过来 谈到整个大盘这边 应该不用浪费太多时间多讲 因为有金融在帮你文指数 我认为这盘短线还是一个 短线一个震荡格局 没有改变 但是你会发觉 其实过去这一年以来 从元月份到现在为止 你会发觉一件事情 台股我记得它就是一个盘间 你要记住 它都知道几拉几天 之后怎么样 开始就横盘整理 几拉几天横盘整理 几拉几天横盘整理 几拉横盘 几拉之后 最近可能要先一个震荡整理了 所以我们说第一个 你要先了解整个大盘的趋势 请问各位投资 就算今天收小红 就算这几天点到万点 一万零十四点 拉回震荡整理 请问个头之后 你自己看 不要问别人 也不要说是我讲的 你自己看 眼见为平 这个多头的格局 台股的这一波多头格局 请问破坏了没有 你觉得破坏了没有 你觉得这是不是多头格局 这个现实是多头 但是这多头只是我刚跟你讲的 因为它走的速度是什么 盘间 中线是盘间 短线是区间震荡 听清楚 短线指数是区间震荡 中线是盘间 有没有 有没有发觉 是一直盘间上去的 几长几天 拉回整理 几长几天 拉回整理 那如果在这种趋势 中长多格局没有改变 短线震荡 中长线是一个盘间的格局的话 人家说 怎么做股票贪金 第一个 指数在几长 你可以搭配一些金融商品的一个 衍生商品的一个 一起来操作 赚得比较快 好 但是当指数整理 我们说不是没有股票可以做 你要挑就是好的标的 因为中小型的股票 有一些会怎么样 只要有基本面的标的 它会出来垫挡 撑人气 所以我想 其实过去这几个月来 哪怕到今天为止 来投资博 你会发觉 如果你是做股票投资博 操作的最大 最高准则 最大原则在哪边 避开 获利衰退的空投入事故 你不要去碰这些 一直跌跌不休的一些股票 我相信你其实今年来 只是赚多赚少的差别吧 对不对 买进第一档 不要过度去追高 第一档开始起涨的 获利成长股 因为只要今年的获利 能够比去年好 只要第二季 可以赚得比第一季好 第一季多 下半年 可以赚得比上半年 还要多的一些股票 我想 或许短线 有时候涨多了会有震荡 但是这些股票 你会发觉一件事情 他们中长线都可以保护你短线 哪怕你短线被他短套个一两天 三两三五天 你都可以解套获利 当然你说老师 有像你过去这段时间 推的这些股票这么凶悍的吗 我想答案一定是肯定的yes 所以你会发觉过去这段时间以来 你看我们都找获利成长股 包含在整个台郡 对不对 你看过去这段时间 从92块半涨到112块半 也是涨了20几% 对不对 之后阿妹的 我们阿妹的三天三夜的英特雷 也是一样 从整个回撤到寄信之后上来 最后一次加码在86块 对不对 也是涨了20几% 来到百元附近 我也跟你讲了 你不要再做追价了 他要做震荡整理 甚至你看过去这段时间以来 大盘指数在缓步盘间 可能很多投资贸 操作不是很顺利 因为现在我盼 说真的对很多的投资朋友 对很多的专家来讲 真的叫做高难度的操作 但是你只要选对股票 你会发觉操作起来 一样得心应手 那我想其实我们在过去这段时间 跟投资人讲 毕竟现在指数来到万点了 万点你一定要特别注意 每一档股票 特别你自己手上的股票的基本面 因为万点这附近 我必须讲 没有好的团队带你做股票 你会觉得你做起来很辛苦 因为经贸上市会加起来 一千三百多只 对不对 这么多股票 请问各头资朋友 你有多少资金 可以再把这一千三百多档股票 你都摸手 对不对 你都可以摸手 你都可以知道这些一千三百多家股票 紧接着要公布四月一收 他们好或坏吗 第一届才不好坏吗 第二届好或坏吗 订单有接到吗 很难嘛 对 太多了 所以你会发觉 股市集园会 就是因为拥有坚强的研究团队 我们可以不断地 在盘面中挑选 挑选好的底部的成长股 让你操作 包含这一波的 K哥之王的好乐底 对不对 你会发觉 我们所出手股票 你注意看 动不动就是先喷两三根涨停再说 这一波也涨了多少 二十几% 对不对 Gay out的江汇的二姐的风麦代表作 建核心 也是这样短线直接喷上去 对不对 也将近20% 17%多 对不对 1708的东减 对不对 你也看到的 也是高达两成以上的一个获利 也是从三月底 四月初 开始从三月底四月初 公布三月的营收 写下历史新交之后 到整个上礼拜五 公布第一季的财报 也是这一个月的左右的时间 涨了二十几% 让你看到 甚至三发三发 我们说这名字 给了不错 有什么 三发嘛 就跟你说 先拉三根涨停再说 对不对 三发叫做先拉三根涨停板 有没有汉地拔抽 先喷三根涨停板 也是高达二十%左右 会赚科 名字也是取得不错 所以你会发掘一件事情 你看过去这段时间 我们再给你推荐股票 我们不要说 每个都二十几% 三十几% 少说也有十五六七八% 对不对 好的二十几% 那有想说 过去这一个月左右 这一个月左右 上个月四月份 我们说 不要做一支股票 平均二十%左右就好 你跟到一档 你赚二十% 你五十万 你就可以赚多少 十万 你一百万 二十% 你就可以赚二十万 你三百万再超做 二十% 你就可以赚多少 六十万 你五百万在做 二十% 你就可以赚一百万 对 这个只是 你只要跟到一档股票 但是如果你跟到两档呢 过去这一个月 你跟到两档呢 你跟到三档呢 你如果跟到四五档呢 我想上个月 为什么大家都知道 可能整个业界 大丰收的 会员赚最多的 可能就是股市群会的家族成员们 对不对 甚至除了二十%左右标的之外 你看到的会赚科 甚至高达六十几%的一个获利 甚至高达六十几% 只要你买得够低 你根本不怕它短线的震荡 你只要丝毫停利点就可以 是不是 好 那你说如果这些股票 都错过投资朋友 接下来 现在进入五月份 对不对 四月份已经过去就过去了 有跟上车的投资朋友 我们恭喜你 如果四月份 你只是在看节目 你没有跟上车的投资朋友 现在要问我 老师 你除了 过去这段时间的 这些股票之外 你看甚至包含志勤 有十几% 那志勤 你跟紧我脚步来操作 我是卖在299 吃到饱 赚到饱的人 我没有跟你说 要买回来之前 我只能告诉你 请你小手舞动 真的请你 志勤 短线小手舞动 包含这边会员 我要必须跟会员讲 因为会员说 买到今天 273 4块 已经差了20几块价差 要报吗 可以补的时候 盘中 我会第一时间通知你 我想对整个志勤 这些生技股的基本面 以及它的 尽要的申请进度 相信市场上 没有一个同业 能够比 杏杰老师我 掌握了更加的头彩 我相信你自己很清楚 好 那你说接下来 还有什么股票 来 我们上次来说的 股票不造20块的 有机会造5大8块的 林强 向前走 我们说的 在股票市场里面 有我抗你的手 我给你拌掉掉 你在股票市场 说实在 你尽管 向前走 你什么都不用怕 你就是稳稳地 在股票市场赚钱就好了 对不对 那这档股票 短线今天下来补缺口很正常 会做震荡 但震荡完 波段方向 我仍然没有改变 这支股票 我还是看好它 好 但是下来什么价位 可以买林强 盘中我会通知你 再来 接下来 就重要是哪边 我想 我们上个月 四月份 上个月 真的是开了好多场的延长会 对不对 请了这么多歌星 那唱了一个月的歌 不论是在K歌之王 对不对 不论是在什么 好乐迪啊 你最珍贵的 F真鼎啊 我很丑 可是我很温柔的台俊啊 阿妹的三天三夜 郭金花的小肉涨的 三发这些股票 大涨之后 好多 唱了一个月的歌 也可能有点累了 声音也有点沙哑了嘛 来 五月份全新的标股 听清楚哦 五月份全新的标股 轻松一点 我们现在来点静态的活动 来看电影 对 我们来看电影了 好 这个礼拜 我要带你看电影 对不对 上个月 赚到钱 开心的去嗨翻天 唱歌嗨翻天 结果的 来看电影 这个礼拜 可以来看电影 第一档股票 看清楚 来 启动机械嘛 这档股票 你不要问我 他做什么 因为我也不会 在节目当中 公开告诉你 他赚多少钱 这一波目标价 看到多少钱 我都不会多讲 但是这档是 会员家族成员 偶尔要留一档档 给会员来操作嘛 对不对 会员家族成员 独享的标的 会员 你应该知道是哪一档 因为 我股票也不会一天买三五档 对不对 我今天 只带我的会员 出手 买这档股票 那换句话说 我们刚刚不是之前 你也知道我们上个月 不论在好二敌 在什么三发 或者在什么建核心 等等一些股票 我先跟你讲哦 有些股票已经涨多了 你不要自作聪明 自己去做追价 或者自己拉回下去嘛 因为有些股票 我必须跟你讲 我有在获地调节 当然有些 我会直接在节目中 公开告诉你 之前我卖的 东姐我卖的 但是毕竟有一些股票 是我会员权利 我卖的 我不一定要在节目中 跟你讲得那么白 但是如果过去这段时间 上个月 比如说你在三发 你在建核心 你在什么 好乐敌 你在会赚科 等等这些股票 你没有跟上车 投资朋友 这档股票 明天盘中震荡 我还会再买 甚至还会针对 特定一些 比较有资金的 水位的一些 会员等级 我会再做加码 这档股票 启动机械嘛 会员 我今天有把 法人的目标价告诉你 那你会发觉 以今天的收盘 到这一档股票 法人的起码目标价 大概还有30%左右空间 各位头众 大概还有30%左右空间 那我先跟你预告 最慢下礼拜 有利多会出来 什么利多 我不让费太多时间多讲 最慢下礼拜 随时会有利多公布 那这支股票 等涨到目标价 接近 我们家族成员的目标价 我自然在节目当中 跟你先摆公布档案 这支股票 我这次连基本面 连筹码面 我都不讲 因为这是会员独享的标的 这档股票 还有大概三成左右空间 你要赶紧跟上来 第二档股票 你要特别注意 一档我刚刚讲 启动机械嘛 是今天买的标的 这档股票 四季帝国 啪吐来啊 对吧 我们说四季帝国 第一集好看 所以连续剧 拍续剧的 为什么说第一集 四季帝国好看 当时我记得在三月中下旬的时候 我们推出的 4916的四星科 当时在底部去上海 四天先拉三根掌停板 拉了将近多少 将近20%左右 对不对 这个叫四季帝国Part 1 好 那你会发觉一件事情 第一个 如果四季帝国Part 1 四星科 可以一出手 四天先拉三根掌停板左右 而且让我们不要说 如果过去这段时间以来 这几个月来 你说老师 你说的股票 一二十支来对 从头到尾 大概十几二十支的股票 只有一档四星科 有这种连续喷出掌停板的实力 那真的也没有什么好 在节目中跟投资模炫耀的 可是你自己回过来想一想 各位亲爱的投资模 你自己回过来想一想 自己惊吓心来想一想 过去这段时间 只要股市情运会 推出来的股票 动不动都是先喷 两根到三根掌停再说 你看林强向前驾 上个礼拜是先喷两根再说 好乐敌先喷两根再说 三发就是三支掌停板再说 对不对 所以你会发觉 每一档股票 只要我们一出手 他大概先喷两到三根掌停板 先拉开 我会员跟其他的投资朋友的成本价再说 你有想到 每一档股票 我先让你赚15到20% 我再来宣盘公布答案 你先让你立于不败之地 每一档股票先拉15到20% 这个就是你是不是会员的一个好处 使用者付费 好那回过来谈到这一档股票 世纪迪国Part 2 一样 这支股票你要看清楚 你要听清楚 刚刚我们讲的这支股票 启动机械 这两场好看的电影 这一场我们今天已经买票进场 这支股票我们已经买票进场了 这档股票 这支股票 世纪迪国Part 2 我还没进场 那代表什么意思 你只要今天打电话进来投资朋友 明后天盘中随时等我亲自打电话给你 你要探结投资朋友 你想在5月份赚钱投资朋友 你想看这一场 这么精彩的电影 还可以拍续集的这一场 世纪帝国的投资朋友 这支股票第一个是破断长辈股 那你来看 过去这段时间 你看我们之前推出的破断股票 阳明 一波从第一档上来涨了四十几% 生技股的欲伪 专期中第一个带你买的 就是股市群位 也是一波上去四十几% 那这档股票 我认为它可能 如果它真的 第二季到第三季真的这么好 因为它去年赚不到两毛 今年预估赚四到五块 如果它今年真的 第二季到第三季 我会帮你持续追踪它基本面 今年真的赚到四到五块以上 甚至不止的话 我想它这档股票 可能不只是像玉伟 雅明涨四几% 它可能有机会像会赚科 涨得还比会赚科人 六十几%还要多 这支股票 我还没有进涨 但是我最近这几天 我随时会出手 所以不论 刚刚所讲的启动机械 或者这一档 四季第一国 PART 2 你有兴趣 想要在第一时间 跟着我们家族成员进场的投资朋友 而你也知道 股票一旦进场 都是随时先拉 两到三根涨停板 15到20% 大家看你的成本再说 我发现你 现在就可以打电话进来 做卡位 预约登记的动作 这一档股票 最近这一两天 买点服务线 我第一时间盘中 赶紧打电话 下去带你下去买 好不好 谢谢 好 等一下还有更多的标股分析 我们先休息一下 马上回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健康新潮流 惊喜健康体验馆 85度C 母亲节蛋糕85折 全馆消费满500 抽iPhone6哦 惊喜母亲节 好礼双重送 健康有行 理所当然 时尚轻运动 健康新潮流 惊喜健康体验馆 在第三时 用心坚持 每年有一天 你许下心愿 为未来 为新的人生 为坚持到底的理想 摩根用心 三十年来 灌溉你的投资 期待心愿被实现 投资找对人 只达你心愿 摩根基金百年用心 多重资产 No.1 每月只要三千元 全球收益 All in One 立即申购 摩根多重收益基金 投资一定有风险 基金投资有赚有赔 申购前因详阅 公开说明书 怎么了 一副宠没苦脸啊 五月份报税 你怎么还那么轻松自在啊 因为国税局已经帮我算好了 这么贴心 收到税额试算通知书 只要详细核对 同意试算内容 可利用七大管道缴税 退税及不缴不退的人 也要在六月一日前回复 才算完成申报 如不同意试算内容 记得在六月一日前自行完成申报 税额四算最贴心 报税省时免操心 多重资产No.1 每月只要三千元 全球收益All in One 立即申购摩根多重收益基金 投资一定有风险 基金投资有赚有赔 申购前因详阅公开说明书 前进加州 玩味精彩 麦当劳香草五重奏鸡腿堡 嫩尖香草鸡腿肉 浓郁香草酱 Enjoy 享受加州滋味 香草五重奏鸡腿堡 新上市 欢迎欢迎来股市群运会哦 刚刚就信铁哥有说了 好多档个股哦 准备要启动了哦 想要复制四月份标股的走势吗 那么接下来到底有锁定哪些个股 我想没有错 如果在整个四月份 其实当然我们四月份做的股票 不是只有这么几档而已 但是你会发觉 平均每档股票少着17% 多着20几% 甚至到60几%标的 大有的在平均抓20%左右 所以你会发觉 每一个月你只要跟到一两档 赚20%的标的就好 其实你真的在股票上 都可以赚到大捷 那我刚刚也在上班上讲过的嘛 有一些我们有在做 部分获利调节股票 你就不要自己 私地再去接它 也不要以为拉回就可以去买 因为有些股票 我们获利调节目的是 第一个它可能已经到价 已经到了法律的目标价 第二个我们有新的标的 要让你从底部开始进场 包括我们刚才讲的 现在唱个月唱歌 真的唱得有点累了 所以这国的 我们要先让你 先看请你 邀请你一起来 先欣赏两场电影 第一档 启动机械 会员成员独享标的 这支股票基本面 我连题都不想在节目中提 会员都很清楚 今天在盘中扣讯都有告诉你 这支股票明后天震荡峰会 还可以买 因为以今天收盘价 距离我盘中 告诉我会员的法的目标价 会员你知道 大概还有30%左右 这支股票还有30%左右 你觉得你这个月 要不要跟紧脚步来算 而且我跟你讲 最慢搞不好下礼拜有利多要公布 我先跟你讲到前面 第二档股票 我说各位投资朋友 你今天看节目的投资朋友 你真的非常的 不要说幸福了 因为这不是用幸福两个字可以形容 你要出文 你要打股票 贪大钱 因为新的标的 我们会员没有人进场 还没有进场 最近随时要进场 代表刚刚也讲的 你只要下来打电话 进来预约登记的人 你明后天盘中随时等我亲自打电话给你 你可以大家同一时间进场 那世纪帝国part 2 他说就是因为第一集演得太漂亮 演得太好看了 四星科 推出来四天三根涨停板 先涨快20%左右 所以这一档 这支四季帝国part 2 拖断长辈股 短线可能一旦发动 先拉两到三根涨停再说 你会很清楚 只要股市群位最近推股票 十支有八支 都是底部起涨 先拉两到三根涨停板 对不对 所以你都知道 大单加持 第二季开始进入旺季 那现在不是第二季吗 所以有些投资人 你要看的是第二季跟下半年 会比第一季大幅成长的 去年赚不到两毛 那今年为什么可以赚四到五块 就是因为大单加持 而且这支股票在三十块以下 代表 其实各位家族朋友 不论你资金大或小 这支股票 你真的都可以跟上来 跟上车 这支四季帝国part 2 欢迎你 现在赶紧用广告时间 打电话进来 预约卡位报名 明后天 只要任何时刻买点出现 我盘中第一时间 打电话亲自带你下去 买进好不好 谢谢 好 今天股市群位 感谢收看 明天同一时间再会了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